《徒35 教会》 《徒35 教会》 弟兄 你们下午好 各位 各位 各位愿意为主而去吗 愿意 你要为主去 你要放胆传主的福音 那你要问 你所信靠的主是可靠的吗 祂是值得信赖的吗 各位很多时候 我们的信仰里面不是我们不愿意去 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苦楚里面 有时候我们得不到答案 所以一边侍奉主当中 心里面也很苦的 各位的信仰有走过流泪谷吗 各位问 上帝是公义良善的 上帝是爱我们的 为什么要我们走过流泪谷呢 各位知道吗 我在以前年轻时代在教会里面 曾经参加过一个座谈会 有一个传道人他就问大家说 如果现在上帝出现在你们面前 你们会问他什么问题 很多人都问了 都说了 我只记得有两个 一个人说 如果上帝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会问他 这个宇宙多大 他是怎么造这么大的宇宙 这个人他问了 也是我们很想问的 很好奇地问 后来另外一个问题 有一个弟兄比较年长的 他就说 如果上帝出现在我面前 我会问他 为什么我们地上有苦难 各位 有很多的问题 我只记得这两个 这两个问题很有意思 这个宇宙有多大 这个弟兄要问的是什么 上帝的伟大 上帝的全能 另外一个 为什么地上有苦难 他要问的是什么 上帝的良善 这两句话 这是我们的信仰的一切 我们认识这位上帝 他是可靠的 因为神称的良善 因为神称的良善 神称的良善 对不对 各位知道吗 刚刚做牧师的时候 我最怕去的两个地方是哪里 你们知道吗 第一个是医院 第二个是监狱 为什么 其实并不是我不爱弟兄姐妹 不愿意去探病 探望他们 但是每一次我去医院的时候 尤其是很爱主的人 他们身上发生有一些故障 有一些病痛 那一些绝症不能得医治的时候 那我心里面 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们 因为我在乎神的荣耀 我也爱他们 我也知道神爱他们 但是现在他们的状况里面 我讲不出神的话 我一直担心 他们会听得尽吗 他们在这样的境况里面 他们会看到 God is still good God is still great 对不对 我去监狱的时候 我还记得 我就看一个姐妹 这姐妹很年轻 刚信主不久 其实她后来跌倒了 去到这个社会 去到舞厅里面做工 天天给人倒酒 然后有一次 有一个人把白粉 这个科他米拿给她 叫她交给另外一个人 那么她就很单纯的 自己也没有赚钱 就交给另外一个人 原来那个是我们新加坡 很禁止的一个毒品 所以就这么一点点 小块的这个毒品 马上被判五年监禁 一个十九岁的孩子 五年监禁 我陪她去找律师 我陪她上法庭 后来她进监狱的时候 我去看她 我看她的时候 她一点都没有埋怨 因为她知道这是她做的 这本圣经就是 她还没有进监狱的时候 送给我的 那么我看着她 回来的时候 我心里面每次流泪 我说主啊 的确她是做错了 但是我问主啊 这个世界有哪一个人 没有做错 并且 她今天会走上这条路 你看 她都是她的家庭的背景 她的父母亲的问题 她从小长大 没有被教导的问题 那么你说 现在 如果作恶的都要进监狼 有这么多 作恶多端的人 逍遥法外 那所以 God is great God is good 对不对 我们心里面都很挣扎 其实有时候 我们的质疑 并不是我们不信上帝 我们的质疑 就因我们是信上帝 我们就是信祂 是信实 是供应 是良善 是爱我们的 所以我们才问主啊 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 有没有 那么各位 现在各位看 在这个整个世界 不信上帝的人 他们用什么东西 来推翻我们的信仰 他们说 你们说你们的上帝 是全能的 你看这个世界 邪恶充满 罪恶充满 痛苦充满 人得到疾病 你看这个非洲的孩子 没东西吃 这个东西 你们说你们的上帝 是全能的 如果祂是全能的 祂必定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 如果祂是全能的 祂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这些问题 还存在的话 就证明你们的上帝 不是全然良善的 或者祂不管 祂看到人类这么凄惨 祂自己坐在上面 什么都不管 怎样的上帝 我们怎么都要信呢 各位弟兄姐妹 这个就是不信主的人 他们用他们有先的逻辑思维 他们来判定这位上帝 说要么 祂不是全能的 不然祂不是全善的 各位懂爱因斯坦吗 爱因斯坦是我们 现代科学来 最有名的一个科学家 他也是一个哲学家 其实我跟各位说 对爱因斯坦来讲 对这样聪明的人 对他来说 他看整个宇宙 他绝对相信 这个宇宙是有一个造物主 他不怀疑 这个宇宙有一个神 但是他不能相信这个神 因为他不能 解释这个世界的苦难 他看到这个世人世界的苦难 他看到在二战当中 他是犹太人 他看到犹太人自己的子民 被杀的时候 上帝在哪里 所以他本来是犹太教 后来相信耶和华上帝 所以他自己最后也是 好像觉得这位上帝 是不需要信的 因为这个世界这么多苦难 各位弟兄姐妹 很多不信上帝的人 他们都这样的攻击我们的信仰 推翻我们的信仰 然后我们信徒 很多时候 连我们自己在自己的痛苦当中 我们没有答案 对不对 所以因为这个的缘故 教会界就慢慢出现 有一些新的教导 特别这种新的教导 他们把人认为不好的事 苦难的事 跟所谓良善的上帝隔绝 他说这个地上 对不对 有痛苦 但是你的痛苦跟这个上帝无关 有贫穷 贫穷跟神无关 死亡跟神无关 对不对 这些都是跟神无关的 神里面只有好的 只有好的 只有叫你喜乐的 叫你自由的 叫你开心的 对不对 这些都不是那些病痛 这些死亡 都不是跟神有关系的东西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样的教导一来 潜入教会 所以现在每一个人都在追寻的这种 所谓恩典主义 恩典福音 没有苦难的信仰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跟各位说 这样来教导信仰的 其实是根本不让认识 这位伟大全能良善的上帝 我告诉各位 当然我不希望我自己得到绝症死 我也希望我躺在床上死 我是在梦中当中死 对不对 我也希望 但是我一直问我自己 上帝跟我们的苦难没有关系吗 你说上帝跟我们的苦难有没有关系 有 上帝跟你的病痛有关系 上帝跟你的死亡有关系 为什么这个地上有病痛 有死亡 这个地上有各种的苦难 各位为什么 各位为什么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你们明白吗 因为上帝是公义的 所以这个地上免不了苦难 各位 当我知道这个事实之后 我知道这位上帝是公义的 我也知道这位上帝是全爱的 他用他儿子的福音 儿子的性命来拯救我的时候 我会明白 主啊 在这一切的苦难当中 我知道这个不是偶然的事 就好像我们立文章老娘 他身上发生的事 这个不是什么遗传的事 也不是偶然的事 如果你跟我说 我的苦难是偶然的 我的环境带来的 或者我没有照顾身体 所以我就得到这样 或者 哎呀 总之我倒霉了 就是这样 这个跟上帝无关 各位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更不能得到安慰了 对不对 我要知道 主啊 我的难处 我的痛处 跟你有关系 你许可那个 你教导我什么 你为什么要许可那个痛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各位来讲 我现在五分钟这样讲 你们就要听了 我花了很多年来明白 我花了很多的牧养经历 走过很多的流泪骨 跟神挣扎过 我才明白这些事情的 你们知道吗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 我做牧师的过程 我宣教的过程 我爱我的弟兄姐妹 我去医院 我去监狱探望他 我慢慢明白了 上帝叫我明白了 主啊 如果这个地上没有痛苦 谁会转向你啊 谁会转 谁会依靠你啊 谁都在 每一个人都去教会 要得自己要得的福 没有一个会寻找你啊 我们都是在我们的痛苦里面 离开我们的罪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是在我们的痛苦里面 我们转向神 我们谦卑自己 顺服神 依靠神 有没有 所以我这样 到监狱去 这样到医院去的时候 我看到有病的人 慢慢慢慢 他们把自己的主权 相互给主 他们就是在监狱里面 三年也好 五年也好 这个整个的过程 上帝炼进他们 上帝透过他们 也把他们的家人 带到神的面前的事情 这是我都见证过的事情 各位理解吗 千万不要帮上帝 打好人际关系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你帮上帝 打好人际关系 上帝 你的死亡跟什么 你的痛苦 你的病痛没有关系 各位 你要这样讲吗 各位 你这样讲的话 一个时代的信徒 没有根基地这样认识神 他们更不能在 这个堕落 有患难的世界 依靠神 反而他们就是 一直在等着 上帝啊 你让我的情况好起来 让我明天醒过来的时候 我再也没有问题 我就一直等着 得到绝症 躺在病床上的时候 有一些牧师 我封主的名 赤着你的癌症 赤着你的肿瘤 你要信 你要信 信到他断气了 我看过这样的人 我看过这样的牧师 这样来看病人 叫他信信信 如果我看到一个人 他现在不能得意 上帝的主权是要把他带到 再没有痛苦悲哀流泪的地方去的时候 我看到 说你躺在这个地方 一个月也好 一个礼拜也好 你还有气息的时候 你用你的气息 你用你的心灵 这么呼求神 为你的家人 为这个时代祷告 然后带着这个冠冕回去见上帝 然后上帝在那个地方 为你预备的 是超出现在的 那个时候 他也没有流泪了 我会跟他讲这个东西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不知道 这个成功神学 恩典福音 这些东西 带来给教会多大的害处 这个是我咬牙切齿的东西 叫一个时代的信徒 活在假象里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我们有苦难 如果你没有苦难的话 你今天不会坐在这个地方的 你只有到教会去 寻求你要的那个害 害完之后 你就追世界 放纵肉体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一起明白 好不好 我们一起明白 我知道大家都有痛处的地方 各位 为家庭 为教会 痛处的地方 但是你要回归 你对上帝 正确的认识 我们一起看 阿神的话 我们看马可福音 马可福音第十章 马可福音十章十七节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 有一个人跑来 有吗 十章十七节 各位 这是一个年轻财主的故事 这个人跑来 跪在耶稣的面前 问他说 良善的夫子 我当做什么事 还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其实主耶稣的意思 并不是说 我不是良善的 但是主耶稣要问的是 你真的明白 良善是什么吗 那你称我为良善的 你想必的是什么 因为我是 好像一个拉比 来遵守上帝的律法 所以你要想的是 你可能也遵守了上帝的律法 所以我们都是良善的 我们都能够有永生 对不对 那主耶稣的意思 其实是讲这个的 那各位 这里 但是 我们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 主耶稣说 你为什么称我良善 除了神一位 没有良善 诫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杀人 不可奸 不可偷套 不可奴 等等等等 识诫命的 第二次结束 他对耶稣说 福祉这一切 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看着他 就爱他 对他说 你还缺少一件 去变卖你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我这位 所谓 良善的 对不对 跟从我 主要不是钱财 主要是跟从谁 那个主题是谁 我们主耶稣基督了 他听见这话 脸上就变了色 悠悠悠悠悠的走了 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各位 让我们来确认一下 神是全能的 神是全善的 他从来没有做错的 所以因为这个的缘故 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个的缘故 我问各位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好人 好报 恶人 恶报 各位 这句话 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圣经所讲的 好人 好报 恶人 恶报 是 还是 不是 大家的答案 好像不太一样 是 答案是百分之百 但是我现在再问 谁是好人 你是好人吗 各位了解我现在讲的话吗 你们这里有哪一个人是好人 没错 良善的上帝 他一定祝福好人 但是这个地上 没有好人 一个都没有 没有寻找神的 没有明白的 你在这个地上 你看到有些相对的好人 他比一般的人好 他比一般的人友善 但是呢 在某个程度上 他又不好了 在另外一个环境上 他又不好了 所以我们都在以相对的好 来比较 认为 好人好吧 所以呢 现在 这个人 这个年 好像看起来都守着 没有犯金 没有杀人 没有偷盗 没有宵禁父母 都一直宵禁父母 这样做 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 良善的夫子 我要怎么得永生啊 他要问的就是 他要讲的就是 我也是良善的 我也是守着 是否可以得永生 他的意思是这个东西了 所以主耶稣 现在是把他 引到 其实你不是良善的 你听得懂吗 律法你是晓得的 我都守了 还有一个 变卖所有 如果你认为我是良善 你爱的 你守这个律法 是因为什么 你爱这位上帝 现在这位上帝来了 你要跟宠他 喜爱这位良善的上帝 没有比这个价值更大的 他是怎样 悠悠愁愁愁的 走了 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哪里有好人啊 你是好人 我是好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都在 我们的主观的经历里面 我们误解上帝 上帝说的 世人都犯了罪 所以万物都有叹息 老苦 直到如今 所以 没有好人 所以地上 都是恶人 连一个小孩子 在非洲里面饿死 这么可怜 你要知道 他是生在邪恶的根里面 你们了解 这就是我们很多世界的人不能了解 这也就是福音的最关键 冒犯之处的那个地方 因为我们人有自己的善良观 我们有自己的良观 对不对 那个地方 也是恶的 因为你的根是邪恶的 原来不是爱神的 爱自己的 行善是为己 这个 那么现在 我知道 大家要问 那主啊 我知道我是恶人 我知罪了 那知罪悔改了 应该成为义人了吧 各位有没有 你会成为义人 为什么各位不太敢讲 好像这个根基好像没有了什么 那现在义人了 有没有 有没有硬性称义 有了对不对 那与恶人 有没有分辨 那OK 上帝你说 你是全能全善的 对不对 好人一定好报 现在我成为义人了 但是呢 这个地上有恶人 我知道 你要对付他们 那我们一同受苦吗 现在我们的问题在这边 我们一同受苦吗 我们得挣扎了 如果整个台湾的经济不好 我们跟恶人一起受苦吗 总统不好 我们跟恶人一起受苦吗 我们一直问这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很挣扎的地方 是这个 所以有时候 有些变动的环境 情况临到的时候 特别 我在教会牧养的时候 有些弟兄姐妹说 牧师啊 我要的也不是什么 发大财啊 什么买大房子 什么 我也没有向上帝求什么 这样的地上祝福 我求的是我家人信主 我教会那个不爱主的 随便来崇拜 然后呢 天天就是跌倒的那种 他的父母亲有一天 哇 也跟着来教会信主 我的父母亲 我祷告了二十年 还没有信啊 主啊 你在哪里啊 各位看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心里不平衡 有一天我的儿子跟我说 爸爸 我就努力读书 为什么我的成绩 没有我的朋友 我朋友不用读书 成绩都好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我是基督徒 他是非基督徒 所以非基督徒 不用读书成绩好 基督徒读书 遵照神的旨意读了 还是不好 各位很奇怪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有这种 很挣扎的地方 是不是我们跟二人一同受苦 亲爱的弟兄姐妹 谁跟你有一样的挣扎 谁跟你 各位 诗人跟我们一样的挣扎 诗篇73 对不对 我差点跌倒了 我差点跌倒了 我的脚险些滑跌了 我心怀不平 为什么那二人 他们活在地上健康 心胜 死的时候没有疼痛 对不对 各位你记得吗 诗人这样讲过 但是 他说我真的是 突然的竭尽我的心 我天天这样的挣扎 功课起身 要多爱主 但是我遇到的这么多苦难 对不对 有没有亲爱的弟兄 但是这个诗人 为什么他们死的时候 没有疼痛 什么都好 所以上帝有时候带来一个很悲论的光景的时候 我们用我们的近处 我们在近处这样看 我们就直接这样看 他好 我不好 所以我们的信心就软弱 然后当你这样要宣扬主的恩典的时候 你没有力量 没有窃据 你只有等着 我升职加薪 我又结婚了 然后有孩子样样看起来都差不多 很像很荣光的 我才能够见证上帝 有没有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信仰就变成 只有好 情况好 才能见证上帝 我有病躺在床上 好像不能见证上帝 有没有 所以这就是我们被骗的地方了 这个撒旦 真的是用我们进触 至战至亲的东西 欺骗我们 然后各位 我们一起看好不好 各位 我跟各位说 这个呢 在2002年 在美国有一个最畅销的书 是一个拉比 一个拉比 犹太拉比写的 他写的那本书 得到了最畅销 bestseller 卖了2000万本 他的主题 是什么 他的主题 一读 就马上吸引人 他说 为什么坏事 发生在好人的身上 那个书名是这个 Why do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你们可以google check一下那本书 犹太拉比写的 那本书一出来 就是扫光了 2000万本就卖了 因为这是很多人的痛处 你们知道吗 那么 其实我跟各位说 你不用看那本书 圣经已经给你答案了 我们一起看 创世纪 创世纪18章 创世纪18章 18章20节 各位 现在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事情吗 第二十节 耶和华说 所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 慎重 身闻于我 我现在要下去 查看他们所行 果然 镜像地达到我耳中的声音 一样吗 若是不然 我也必知道 各位这是什么事情 你们都知道 所多玛和俄摩拉 最大二极的那个光景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光景里面 上帝要灭绝 所多玛和俄摩拉 然后他 特别来跟亚伯拉罕说这话 现在我要做的事情 那么各位你看 所多玛和俄摩拉罪 罪恶深重 神闻于我 各位 这句话是讲到什么 上帝现在才知道 不是不是 对不对 上帝早就知道了 但是上帝是做什么 这个罪 一定要罪恶满盈 各位了解吗 为什么要罪恶满盈 各位 你一定要有控状 你要有控诉 那罪恶满盈 他们的罪真的这么慎重吗 然后 如果还没有满 我就除掉的时候呢 各位一定会怎样 如果上帝是这样 人的罪还没有满 就除掉的话 那么今天我问各位 台湾的弟兄姐妹 你们很多人也要死啊 你们了解吗 一定理解 公义的上帝 祂是神 祂在天使万物面前 祂所行的事 有时候 在恶人心胜的时候 祂等候一人悔改 祂等候一人转向他 然后这个当中呢 祂做一个很奇妙的 平衡的工作 祂是从很多的角度 在做事情 你们没有看到 我们只有看到 我们近处的事情 然后这位上帝呢 祂已经知道了 罪恶甚重了 祂还要下去看 对不对 成为好像人的样式 下去 下去特别看 真的是这样吗 这个良善的天使 完全没有罪的 对不对 然后这群人 通常我们害人 也是害什么 害恶人 对不对 你坏我也坏 但是我比你坏 我就害你 但是完全没有罪的天使呢 这个恶人 说多嘛的人 完全要在他们身上 所行的那个恶 多么恐怖 各位知道吗 所以现在下去查看 现在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 亚伯拉罕马上就说了 这句话 22节 恶人转身离开那里 向索多玛去 但亚伯拉罕 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 亚伯拉罕心里有话说了 亚伯拉罕进前来说 无论善恶 你都要剿灭吗 这位 亚伯拉罕也有这样的质疑 对不对 因为他想到什么 里面有罗德 倘若那城里有五十个艺人 你还会剿灭的地方吗 不会成立那五十个艺人 饶恕其中的人吗 将一人与二人同杀 将一人与二人一样看待 这段不是你所行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亚伯拉罕的祷告 他抓住什么 上帝你是全能 上帝你是全善 你不会这样做的 但是亚伯拉罕心里有挣扎 因为主我知道你会审判 但是罗德在里面 我知道他是义人 然后他就挣扎之后 然后他说什么 审判全地的主 岂不行公义吗 感谢主 审判全地的主 岂不行公义吗 然后你们就知道了 亚伯拉罕就跟上帝 有一些讨价还价 五十个人你会灭吗 主说不会 四十五呢 不会 那时候还再问一下 四十呢 三十五呢 各位问到多少个人 四十个人 为什么要问到四个人 各位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不要问到一个人 为什么要问到四个人 其实各位 这个跟神的摔跤 就是让他的心 越来越明白 越确知 他真是公义 良善的上帝 所以我们跟神的祷告 各位 你侍奉主 我再讲一遍 你侍奉主不是 待着疑惑 然后神啊 你没有给我公义 神啊 我的情况很痛 我一生就是很寂寞 没有人爱我 然后你现在叫我去爱人 那感谢 那没有办法啦 因为你是这样给我 然后我就这样做 但是你心里面 没有释怀 所以你一直怀疑着 上帝真的是良善公义 你这样做当中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越释奉越苦 你在释奉当中 你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 其实你对上帝 就有那个怨气出来 然后对人也有怨气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看每一个 释奉上帝的弟兄姐妹 每次越释奉越苦 或者一释奉 有一点问题就发脾气 其实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对 你跟上帝 可能是人给你怨气了 但是你心里面 隐藏在里面说 上帝你没有保护我 上帝你没有为我伸冤 你看那个弟兄 那个姐妹 占我便宜 说我 你没有管 对不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隐藏起来的东西 你们知道吗 其实在里面 你接受有一些暗示 神没有为我施行公义 各位 我能够这样放胆讲道 并不是我没有遇到难处 我在带领我的家庭 养育我的儿女 我在服侍当中 我也被人攻击过 我也有好像受惧的事情 但是我一定带到神的面前 你们知道吗 我一定跟神摔脚 就为什么 然后神给我看 一步一步让我看到 祂是全能的 祂是全善的 所以这里很清楚说什么 一人与二人 遭遇的 还有结果 是怎样 决然不同 阿们 决然不同 决然不同 但是你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进去 至圣所 所以十篇 七十三篇 对不对 十篇 七十三篇 十七到十九 诗人怎么说 直到我进了上帝的什么 圣所 思想这些恶人的结局 哎呀 上帝啊 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 使他们跌在沉沦之中 他们转眼之间 就成了何等的荒凉 他们被惊恐灭尽了 各位 哇 所以我们的痛苦是什么 我们的痛苦并不是上帝 不是良善的 你没有进去至圣所 我进了圣所 明白了 看了 哇 这些人是何等受咒诅啊 他们不爱神 这个地上安康 富裕 然后以这些为满足 然后夸耀自己 然后有一天 忽然间 他们进到地狱 他们连悔改的 那个意识都没有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有一些人在这个地上 他们真的是 撒旦的器皿来的 这个地上 他们真的是这样的 然后他们是好像 撒旦也没有碰他们 撒旦用这个世界的荣华 给他们 然后引诱很多的信徒 让他们看 你看他们拜六礼拜 不用去教会 多么好 多么舒服 多么开心 对不对 家庭多么幸福 引诱人 撒旦的器皿 各位你要被骗吗 你有了真理之后 你要被骗吗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上帝 真是这样做的 祂是知道 绝对的绝对 各位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什么 神是查明 查明什么 罪行 没有一个人的罪行 在他的面前 不被查明 然后有这些人 他们都知道 当你进了圣锁之后 你会知道 他们每一个罪要还的 有一些人 一直 好像给你的心里不舒服 可能在教会里面有吧 有没有 然后你心里面 主啊 我这么爱他们 这些人这么自私 无理取闹 然后讲话就常常伤到我 主啊 你几十行公义 这个有时候是对自己的兄弟姐妹 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人受屈的时候 会有的 各位有没有 你没有啊 我不信 有吧 主说什么 宁可让步 听凭主怒 把火炭放在他头上 火炭在他的头上 这个火 有一天一定会烧尽 他的邪情私欲 所以他悔改那天 他懊悔那天 他向你说对不起那天 会来的 各位 这是你们在牧养当中 一定要得到的答案 我再讲一遍 你不要希望 你软弱的弟兄姐妹 能这么快回转 他们带着那种 朋友的体制 自私的体制 还没有被对付的地方 上帝对付他们的时候 也一起要对付旁边很多人 上帝对付他们 承受他们的过程 管教的过程当中 也要纠正很多的事情 但是你不可救主 因为他是你的弟兄 只有祝福 如果他是假弟兄 有一天他会离开 如果他是真的属主的 主一定会炼尽他 阿们 这样你还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跟各位说 神一定会查明罪行 所以到最后绝对不会一起剿灭 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 上帝给的是 一人和二人 不会一同灭亡 我们一人所遇到的事情 绝对是好的 所以我昨天说 蒙恩的家庭 特别的问题 如果今天上帝 或者如果今天有一个书局 叫我写这本书 朱牧师你能不能写 为什么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 我可以跟各位说 我十二个字就能写完它了 坏事绝对不会发生在好人身上 然后签名 朱牧师 送给大家 不用长篇大论的事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你们了解我讲的这句话吗 我不用像这样的牧师 要解释什么 上帝其实给我们的都是好的 都是你愿意要得的 但是魔鬼 这个世界 什么 给你拿去 叫你痛苦 不用为上帝打好人际关系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要讲的 其实真理就是真理 坏事绝对不会发生在义人身上 各位 如果今天 我们主耶稣 从这个门进来 然后来到你的面前 亲自跟你说 弟兄 姐妹 让我保证你 从今以后 在你的身上所发生的 没有一件事情 是害你的 是教你痛苦的 都是好的 都是祝福你的 好不好 好 好嘛 如果主耶稣今天进来 亲自跟你讲 要不要 要啊 上帝不是已经讲了吗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上帝不是已经讲了吗 你还需要他进来跟你们讲吗 甚至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上帝不是早说了吗 用他儿子的命来担保了吗 所以圣经里面 你们知道吗 有统计过 五个 最著名的经文 其中一个是什么经文 罗马书8章28 我们晓得 万事互相效力 叫 爱神的人 得益处 阿们吗 你们会背了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什么 忘记 坏事来的时候 好像坏事来的时候 忘记 各位 用他的宝 用他的命 上帝 岂不爱惜自己的独生人 即将他为我们白白舍了 岂不将他与万路一同 赐给你们吗 8章32节 有没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 空苦吗 逼迫吗 赤身奴体吗 刀剑吗 在这一切事上 我们已经 得胜有余的弟兄 我们知道 没有一件事 天上的 现在的 地上的 永恒的 没有一件事 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一直到39节 有没有 其实整个罗马书 圣灵章 第8章 从在基督里 再不定罪了 8章1节 一直走到 8章39节 是讲这句话的 你们了解吗 因为 有说谎者 毁谤者 控告者 他毁谤我们 昨天我说 我们软弱的时候 控告我们 对不对 然后甚至有时候 用那个苦难 试炼来的时候 上帝的本意是好的 但是 他把它扭曲 叫你只有看近处的 不看永恒的 不看绝对的 所以 罗马书8章 一直写到39节的时候 其实这个 你在苦难当中的时候 请各位再读 再读 再读 所以我跟你们说 一人身上 一人身上 绝对不会发生坏事 那你说 为什么我们还有苦难 我知道你们要问的是这个 我问我一生怎样讲 这是人的心灵的东西 很难说服的 但是我现在是讲到 我要让各位明白 为什么我还有苦啊 为什么我的孩子 还不去教会 然后我孩子不去教会 我很痛苦 他嫁给非信徒 我很痛苦 但是主啊 你能不能不要让我痛苦 让我早上起来 我起码不感觉到痛苦 我就不痛苦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在痛苦里面 他们想很多东西 以前我们汇君传道 他失恋的时候 很痛苦的时候 他说 上帝可以让我早上起来 再也忘记 完全忘记这件事情 再也不痛苦 他是良善的 他是全能的 为什么他不要这样做 对不对 那各位还感到痛吗 还有痛处 对不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你有痛处 如果用一句话来讲 因为你今世 今世绝不是永恒的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你们今世的一切的一切 再好 再开心 再幸福 绝对不是永恒的 富人所生的 日子少短 必有患难 约伯记十四章一节 对不对 这个地上 你健康了 等下会有病 你结婚了 等下会有争吵 你有孩子了 等下养育之苦 什么都会来 上帝知道的 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最好 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启示录二十一章 那个时候 我会亲自擦干你们的眼泪 再没有痛苦 悲哀 哭好 对不对 擦干你们的眼泪 各位地上 我们有很多的眼泪 我从我的孩子小的时候 他们有时跑来到爸爸面前 妈妈面前的时候 他就跌倒 跌倒的时候 他们就哭 然后我们做父母的每次 就是用我们的衣袖 就给他们擦干他们的眼泪 对不对 擦干了 那时候 好像这个人 一这样做的时候 好像他们就得到安慰了 他们就站起来 但是我知道 这个擦干了之后 他们还会哭的 可能他们长大了 以后谈恋爱又要哭了 结婚又要哭了 有孩子的时候又要哭了 又要哭了 对不对 只有将来上帝 为我们擦干眼泪的时候 那个眼泪再不回来 Amen 你们现在理解了吗 为什么有痛楚 每一个的痛楚 都是把我们 从自战自轻的 带到极重无比的 对不对 把我们带到那边 向往那边 纵然你的婚姻 现在很幸福 但是你知道的 这个不是最完美的 还有最完美的 对不对 将来我的父爱我的 比我的地上的父亲爱我的 这是不能相比的 所以 一个基督徒 可能我可以这样说 他一生最属灵的功课 最属灵的功课 记得这句话 最属灵的功课 就是他在地上的苦难当中 学看见上帝的爱和良善 Amen 这个是你们一生要操练的东西 哪怕是在等待 哪怕是在过程 哪怕是在痛楚当中 你怎么挣扎 然后看见上帝的爱与良善 这是一个基督徒 不管你做牧师 做会友都好 这是一生最荣耀 也最重要的属灵的功课 没有其他的了 Amen 现在还有问题吗 大家 没有问题了 我好像今天讲到这边的时候 应该要结束了 把这些话留在各位的心中 各位回家 因为明白了真理之后 欢喜快乐 所以我们使徒保罗的伟大就在这边 当然这是神的恩典 他是苦难一直加在他身上 到一个地步 我觉得这个人没有精神崩溃 这是不可能的 他似乎忧愁 却是常常喜乐 有谁软弱我不软弱 有谁跌倒我不焦急 那种光景 我知道怎么处卑贱 也怎么处丰盛 怎么处饥饿 怎么处饱足 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对不对 然后这样的人靠着他喜乐 这个怎么来 这个就是一个人 他在肉身当中 一生能够看到的最大的荣耀 有将来他回到主面前 果然不错 我在这一世精神当中 很多时候断断续续 在挣扎当中 看到的一颗 两颗三颗的那个荣耀 那时候眼睛打开的时候 再也没有流泪 直接看到主的两善 主的慈爱 你们知道吗 所以现在神养之苦 牧养之苦 婚姻之苦 全部都是为了将来那个东西 要看到 所以你们脱去 那至战至轻的 要追求那极重无比的荣耀 我想 昨天我讲到立文 我想问他一下 不要问他了 给他 不好意思 我相信 他听到医生的报告的时候 一刹那间 你有没有想到 忽然间你怎么死掉 有对不对 你看他一定会想到的 忽然间想到 可能我在床上 然后化了 然后 这个脸全部受去 然后连镜子都不敢看 忽然间好像 这个 然后头发掉 对不对 忽然间那一幕 抓住你 然后他挣扎了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其实那个两个礼拜里面 他是慢慢得失方 慢慢得失方 慢慢得失方 因为我跟他一起 度过这个过程 我就主日 其实这个信息是 我知道他的事情之后 就 圣灵感动我 就讲的 这个信息 我在主日已经讲过这个 然后 很奇妙的 当你知道 医生说 还不是癌症的时候 其实那个喜乐 不是在这个地方 好像你的心灵里面 好像已经过了有些东西 你明白 死亡只不过是 每个人要经过的 但是还有那永生的 所以忽然间 你对永恒的价值 被带到另外一个高处里面去 其实这个地上 最难属灵的地方是这个 你们知道吗 你讲属灵的话 感谢主 什么见证 什么是没有的 后来神为我预备 什么东西 这些见证 在教会里面都听过了 对不对 但是真正的 你要多一点属灵 多一点想 那个极重无比的 永恒的荣耀的 那个是多么难的 所以你的冠冕 是跟这个东西有关系的 你们知道吗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讲完了 大家还有问题吗 我跟各位说 今天晚上你们有什么问题 你们都可以问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人问问题是什么 我们都是在 我们在远处里面问问题 你们懂什么叫远处问问题 跟近处问问题吗 远处问问题 就是你看到别人在受苦 对不对 然后你问 主啊 为什么有苦难 但是如果 那个病痛在你的身上 然后你问 主啊 为什么有苦难 有没有不一样 有不一样 对不对 那各位 你希望在远处问问题 还是近处问问题 你近处问问题的时候 你得到更多 对不对 远处问的时候是好奇 主啊 为什么有苦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 死了多少人 哎呀 上帝你是良善的 为什么让这么多人死啊 你有没有想过 但是如果你的 你的孩子是在战争死的 然后你问 主啊 为什么有苦难 管他几千万个孩子死 都不能跟你一个孩子死 相比 对不对 你们了解吗 我们人都是这样的 我们只有 好奇问一些神学的问题啊 什么上帝的公益良善 这些我们问 不用钱的 这样问 对不对 没有痛的 就是好奇心这样满足 所以我跟各位说 上帝是怜悯我们 上帝也怜悯我 所以我有时候 没有大苦难 人看来的 但是我跟各位说 你也不用求神 给你很大的苦难 然后你才能明白 那个是神的恩典 但是当你现在 没有什么大苦难的时候 请你走进 有苦难的人身上 理解他们 他们因自己的孩子痛苦 婚姻痛苦的时候 不要嫌弃他们 不要嫌他们烦 走进他们 不要只有顾自己 你自己一点不方便 然后你要想 你什么都有 别人什么都没有 你自己的孩子在你身边 别人的孩子都没有回家 然后你就想 这个女的 这个男的 心里不平衡 什么 一大堆心里面的怨气 各位 等到你被那个苦难 激到的时候 你心里就知道 那个难处 我相信上帝 怜悯我 因为我的心是常常怜悯众人 我是看到人在痛苦当中 我心里面是 求你的恩典 临到他们 我的口不能安慰他们 口才再好 只有你能够改变他们的心 对不对 所以我心里面常常是这样 但是如果现在 你是在近处 你真的实在有一些痛处 痛心的事情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进去自圣所 你跟神摔脚 不要留住那个暗示 只会亲自跟你说话 亲自安慰你 你抓住什么 主的权能 主的良善 祂会告诉你的 你寻找 就必寻见 阿们 愿主祝福大家 好 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